蓝望鸡眸色微亮 带他走近一关 眉间不由地微微促起 道 魏英 你 发生何事 魏无羡本就生了眉目俊里 洒爽风流 说话动作间 就是一个神采飞扬 风神俊朗的美男子 而此刻的他 容色苍白 身形纤细 颇有几分弱不胜一的病态 不过眉眼间却是神采奕奕 看起来精神不错 隐约还能嗅到他身上的药箱 蓝望鸡紧了紧握住碧尘的手 各种情绪心思在心中翻腾不止 难道魏英生病了 魏无羡不以为意 笑笑道 没什么 道春寒嘛 前些日子病了一场 已经好得差不多 他不遇再说此事 转开话题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上次魏无羡送了几张福传 严明夜列可以找他帮忙 当时蓝望鸡收下福禄 面上没什么 其实心中很欢喜 于是这一回收到长阳 有人上门求助 蓝望鸡想长阳 就在怡陵附近 他正好可以去邀请魏无羡 一同与他前往 上次两人见面时 难得的没有闹出不愉快 说不定魏无羡愿意同他一起 只是没想到魏无羡居然生病了 这样一来邀约自然无法说出 蓝望鸡略迟疑了下 道 我欲往长阳夜列 路上发现没带破魔符 想问你要一些 我可以出银子 魏无羡不已有他 点头道 巧了 我身上正带着破魔符 你要多少 我送你 蓝望鸡道 五张 魏无羡取出一个匣子 这里面装的都是高阶符传 其中就有蓝望鸡所说的破魔符 他拿出十张 道 只有十张 都给你吧 蓝望鸡接过 取出一张一百两的银票递过去 魏无羡忙摆手拒绝 道 送你的 不要银子 蓝望鸡不同意 还是执拗地将银票 塞到魏无羡手中 道 收下 魏无羡见他坚持 便不再推辞 不过却另外找出 五张高阶符传 道 这五张天女丧花符 就算额外赠送 蓝望鸡轻轻地恩了一声 将这十五张符传 一起收了起来 问道 魏英 你为何身上带这么多符传 魏无羡道 在山上困了几个月 闷得发慌 趁着天气好下山溜溜 顺便去怡陵仙门那里 售卖这些福传 不忘自嘲一句 病了一场 生计没得着落 只好另谋出路 去赚些银子来 乱葬岗那里 有几十口人 等着我来养呢 蓝望鸡面上 闪过一丝惊意 道 你出来时 将宗主梅赠送银钱 魏无羡平静无波地说 我叛逃江家 哪还能用江家的银子 说出这句话时 他内心很是平静 再没有往日那般挣扎式的刺痛 蓝望鸡不觉一正 就见魏无羡一挥手 豪气万千地道 不过我现在也能赚钱了 不怕 此时此刻 他眉眼飞扬 阴容带笑 仿佛让人看到 那年月下肆意不羁的年少风流 蓝望鸡虽然不知道魏无羡身上发生何事 但见他这般情态 在无涉日之争时的阴郁森然 心里也很高兴 声音就带出了一点 我陪你 嗯 魏无羡没这没头没脑的话 弄得一愣 什么陪我 蓝望鸡道 宜灵先门 福转 魏无羡道 不好吧 你和我一起 让别人看到 你寒光君的名声 可就不干净了 蓝望鸡道 无妨 你大病出狱 魏无羡眨眨眼 觉得自己有些矫情 不过就是一句话 怎么心里 就会有一种浅浅的酸涩 他倾壳两下 明亮的眼眸难掩笑意 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吧 从宜灵先门那里出来 魏无羡揣着怀中新鲜出炉的二百两银子 心里十分得意 看来 他也很有赚钱的天赋嘛 路过酒房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但温情地叮嘱和威胁言犹在耳 所以下一刻 他就老老实实地收回视线 目不挟视地朝前方走去 还跟蓝望鸡商量似地说 蓝湛 要不要去我那里吃饭啊 我现在有钱 所以乱葬岗的伙食也比以前要好得多 你不来就太吃亏了 蓝望鸡道 好 魏无羡继续道 来嘛来嘛 到时候给你看个好东西 咦 你刚说什么 你同意了 蓝望鸡汉手道 是 魏无羡双手交叉枕在后脑 蹦到蓝望鸡面前 就这么一边倒退着走路 一边道 韩光君 以前我要你一起去玩 多卖力多热情啊 你都不愿意 多说一句话 就要瞪我一眼 要么进言 要么坐上一场 今天突然间这么好说话 蓝望鸡静默片刻 低声道 没有 没有不愿意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魏无羡放下手 走回他身边 路过一间书铺时 他道 四叔托我买些字贴和纸笔回去 要给哀怨开盟 韩光君 你等等我 蓝望鸡道 一起 于是 两人一起进了书铺 魏无羡挑挑剪剪好一会儿 还问了蓝望鸡的意见 最后在书铺老板的推荐下 定下了两本 适合小孩子的启蒙书籍 又选了席字用的纸盒笔 不过在结账时 却是蓝望鸡抢先一步 替他付了钱 蓝望鸡道 送给阿苑 魏无羡无法 总不好在大庭广众下 再将银子塞给蓝望鸡吧 那也太难看了 他打趣道 蓝湛 你对阿苑真好 我都忍不住要吃醋了 蓝望鸡心知他无意 但耳垂仍是染上一点粉红 片刻后 才道 你想要什么 我买给你 嗯 魏无羡微微张嘴 显然是有些被吓倒了 从小到大 好像这是第一次有人问自己想要什么吧 他有点不确定 童年的记忆已经久远到模糊不清 让他无法想起更多的细节 江叔叔对他很好 但也鲜少过问他的喜好需求 从记忆中回过神 魏无羡爽朗笑道 给我带两坛天子笑吧 自从离开云深不知处 我就再没喝过天子笑 可馋死我了 蓝望鸡认真道 好 不过 要等你病好后 才能喝 魏无羡嘴角一抽 无奈道 别学温情说话啊 我现在天天让他念叨得头都疼了 就这样一路说说笑笑 等到他们回到乱葬岗时 已经快是傍晚 魏无羡在前面带路 再三强调不是十万火急的事 千万不要乱闯 越往里走 凶师就越高级 我特地改过禁止 威力至少能拦下数百修士 蓝望鸡脚步沉稳 面上意识沉静 听了魏无羡的话 只略做汉手 表明知道此事 见到有客人过来 还是上回帮上大忙的韩光君 大家也有几分高兴 四审要去厨房准备晚饭 还特地问了蓝望鸡的口味 蓝望鸡道 都可以 魏无羡插嘴道 他是姑苏人 不能吃辣 四审麻烦你做得清淡些 四审点头笑道 好好好 我知道了 魏无羡这次拉住蓝望鸡上来 主要是为了风鞋盘 他在原有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改动 不仅能定向追踪邪物 精确性和稳定性也更好 于是他就想着 能不能卖给蓝望鸡 反正风鞋盘改进后 他也用不上 还不如卖出去 一举两得 好吧 魏无羡承认他已经 掉进前眼里了 把人安顿在药卢那里后 魏无羡就去了浮摩洞 寻找风鞋盘 而在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 蓝望鸡找上温晴 行了一礼 问 温姑娘 请问魏英病情如何 温晴眉头一跳 简饿到 过年期间 他生了一场大病 不过已经好的差不多 目前正在调养 不宜劳累 和魏无羡的说辞差不多 蓝望鸡朝浮摩洞那边看了一眼 道 可有我能帮忙的地方 温晴摇头 剩下的只要细心养护即可 并不需要他人帮忙 他眼中闪过几分疑惑 韩光君 你和魏无羡是什么关系 就连江城都没这么关心过魏无羡 这个传闻中 跟仪陵老祖视同水火的蓝望鸡 却对魏无羡的身体如此上心 实在是很奇怪 蓝望鸡道 同窗三月 玄武洞一同屠戮玄武妖兽 温晴恍然大悟 原来是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同伴好友 这就难怪了 想到这里 温晴道 后期还需要几位灵药 替魏无羡调理身体 如果韩光君有遇到 麻烦替他留意下 蓝望鸡答应下来 又道 请告知是哪些灵药 温晴取过纸笔 写下灵药名字 递给蓝望鸡 道 我先替魏无羡谢过韩光君 这几位灵药比较难寻 韩光君愿意帮忙再好不过 到时候 就让魏无羡出银子购买 还不知道 又被坑掉一笔银两的魏无羡 抱着新研究出来的风鞋盘 正兴冲冲地朝药炉走去 对于 对于 银子购买的